还是要排队 本期北美朋友圈将带大家体验亚马逊的无人超市 揭开无人背后的秘密 继芝加哥和西雅图之后 亚马逊Go的第六家无人超市在旧金山开业 该店位于寸土寸金的金融区Battery附近 打着不用排队不用结账没有收银台的旗号 旨在为金融街附近的上班族供应食品 小吃饮料和日用品 只看外观亚马逊Go无人超市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便利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只是没有收银台而已 里面的顾客拿了东西就走 看上去感觉跟小偷一个状态呢 但是似乎并没有店员拦住他们 什么情况 我听说就是这个是他们Amazon的主打产品 只有Amazon有 很方便 对 它有两个人吃的 然后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热一下它就可以吃 所以就非常适合上班族 没错 对 只要顾客从货架上取货时 产品就会自动放入他们在线账户的购物车中 如果顾客把商品放回货架 商品也会自动被移除 亚马逊Go使用的是一套叫做Amazon Recognition的识别技术 通过店里的3D摄像头做人体建模及行为分析 进门扫码后 位于入口处的摄像头将会进行人脸识别 后台系统将通过摄像头把人体特征及账户ID进行绑定 店内的麦克风会根据周围环境声音 来判断消费者所处的位置 当消费者取货时 3D摄像头将对取货行为视频进行分析 通过电脑深度学习来辨识人类取放商品的动作细节 因此超市顶上有上百台摄像头 但是一家店最多能容纳50个人 再多摄像头可能就不够了 就你拿一个东西但是你给我 我拿一个东西我给你 那我们就拿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走出去怎么样 看看我们的收费 好 来 来 我现在出去发 你再拿一个东西放在你自己的袋袋里 他有专门自己的C色巧克力 我们拿一个试试 直接把它放在包包里 看看会觉得效果 就是看他后车包我拦下来 他有一对一个 拿的东西还是我拿的东西 即使我给你了 也还是我的东西 但是都放在你那边了 包括我刚才塞在包里的一派巧克力 他也识别出来了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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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